好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呢 路传翻覆的这个两死的事件 那现在呢 到底协商好目前有没有一个共识呢 而且海巡署突然为了这件事情来道歉 好我们来看到呢 这个是海巡署呢发布了声明 说调整题目呢 这是海巡署决定的 而且改名也并不是首例 那如果对内政委员会的赵伟高金素媒 有失礼之处 愿意承受指责 好其实呢就是在讲喔 今天呢就是要来进行专案报告 但是呢原本定调呢 是金门撞传案 好但是 管妈呢她先是讲 她说这个题目呢 是海巡署改的 那她身为海巡署的主委 是支持海巡署来改报告名称 不过她也对 这个赵伟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那即便被骂也是我要承受的 好他们不认呢 这是撞船喔 我们觉得呢 是取缔大陆籍渔船事件 好可是呢我们要讲到喔 为什么会用撞船呢 这两个字喔 就是因为当初喔 2月 这是2月 这个2月22号的时候 那他们海巡署有来开一个 说明的记者会在直播 那那时候呢他们就是用的是 大陆渔船碰撞案 好那海巡署现在怎么解释呢 他说直播的影片标题有碰撞字眼 他们说是工作人员下标导致的误解 所以是不是又推给了基层小编等等呢 好我们来看到国民党这边呢 讲到了千错万错都是海巡人员 都是直播工作人员的错 丝毫不见大官在检讨反省 行政部门真该感到汗颜 好那同时喔 事件到目前为止 也让第一线的执法人员陷入了困境 好包括呢没有把装备密录器背棋的民进党政府 那出事又只会推给下属 这样的做法真的让国人深恶痛绝 好那我们来看到呢 目前的协商到底进展如何 好其实呢昨天喔 好这个我们海巡署跟陆方的代表团 来进行了第15次的一个闭门协商 闭门会议 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共事的 好那么其实谈了75分钟 好双方呢其实都好像针对了 包括碰撞 好就责道歉一事还没有共事 那双方呢请示这个上级之后呢 好昨天其实海巡署啊陆委会哦 官员们他们都已经搭击返台了 来准备今天到令院去专案报告 那陆方代表呢 好又在展颜了他们的这个台报 这个三天好的相关证件 那么会等到专案报告之后呢 才会视情况要不要继续谈 好所以呢目前状况是暂时先休兵的 好那有人就讲到哦那陆方谈判呢 主要角色会到海边哦去吹吹风 疑似就是跟上级在回报进度 海巡署呢这个每次开完会 也都会跟高层来报告 双方第一线谈判人员背后 当然其实都是有两岸高层在介入的 好我们来看到 现在呢这个亮哥他分析说 如果呢是比照之前广大新事件 让对方来参与验尸验传 这也不难解决 那再来就是就责跟认错的部分 但这里面呢可能是有更高层级的战略谋划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其实呢双方都有跟高层来汇报 那他说这不是管碧琳一个人的意见 国安高层呢已经统一基调 要把问题搞大 好那管碧琳他只是演员而已 被推出来的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国民脑立委许巧新 他说就掌握到的讯息 第一时间海巡署的基层人员 就已经上报了 那建议海巡公开所有的通联记录 船体的撞击报告 还有事发细节 案发当下的雷达图 他看过报告了 这个海巡的专案报告 他说雷达是一定有的 那么第一时间呢 向上承报的一个报告 什么时候发生 什么时候送医等等 以便呢让协商可以 尽速的得到处理 他说如果我方所有的 资料都不拿出来 那就算你闭门谈个50次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 好我们来看前例委宣布雄 他说前几天不是说 他的这个左方 船的这个左后方呢 有一个凹 那我们的右前方 是有一个洞 我们的海巡艇 所以呢就可以看一下 到底我们的油漆 有没有在他们的船上吗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发生碰撞 撞的事情还不能判断吗 他说其实这个事情 可以很简单很干脆的来处理的 好那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立委 陈玉珍他说双方沟通的这个奇异点呢 已经有相对少了 好陆方这边呢 要求司法单位公正 而且迅速的调查 那么 护恤的部分呢已经达成了相当的共事 只是道歉的内容还有形式 到底要公开呢 当面道歉还是要书面的道歉 好那么也要尽量的求同除异 好我们来听一下陈玉珍的说法 针对双方在我们金门进行沟通的部分 希望可以尽量求同除异 我想七点已经相对的少了 希望这个可以核顺的解决两岸往和环的方向发展 尤其是我们金门用逐渐一一带水 关系事实上是很密切的 两岸人民事实上本来就是十分友好的 希望慢慢的恢复以前这样友好的往来跟交流 如果是有关立法院这个我们管主委 跟这个内政委会之间的这个对这个事件的 报告的这个抬头 这个标题应该怎么写 我想立法跟行政之间必须要互相尊重 那如果有疑虑的话 应该也可以事先跟内政委会稍微 高经委员来讨论 所以这个立法跟行政之间这个冲突 或者是说这个对这个事件的标题看法的部分 我想也不至于会影响到小两岸之间的这种沟通跟协调 那现在陆方要求就是说 就是希望那个蔡政府给一个交代 那你这边给些什么 那关于交代这个部分 我想陆方所要求的四点 查明真相究责 那这个部分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团队会做公正 而且迅速的这个调查 那在这部分如果陆方有愉悦分 当然我想我们也会适度让家属 家属代表来在这个过程中参与了解 了解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抚慰往生的家属的心灵 第二个有关抚恤的部分 我想这两岸大概应该达成相当的这个共识 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表达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不幸事件 发生的一种表示慰问之意 第三个最重要是在道歉的部分 在有关于道歉的内容 还有形式这部分 也要尽量的求同准 希望可以顺利的达成一定的共识 好现在这起事件呢 似乎也造成了台海的情势紧张 那么看到大吨位的大陆海警船 在海上呢跟武方的这个海巡舰艇 天天呢上演了不成比例的一个对峙 双方担心这个专家也担心说 如果两岸执法争议演变成了国防问题 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可收拾 大陆渔船翻覆尿成两死 导致两岸关系紧绷 海巡署宜兰舰在台湾海峡 和大陆海警船投对投对质 但盾数却不成比例 专家优心我们海巡署超过3000吨的船舰 只有5艘 反观大陆却有46艘 共军数量上更是我们的9倍 相比鸡肉恐怕很难 它的盾位大概三四千吨 那我们的海巡署的舰艇只有两三百吨 那变成小巫舰大巫 蚂蚁对大象 很容易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作为是消极的 就怕未来不只在京下海域执法困难重重 共军进入领海领空的手段 也同样层出不穷 来时汹汹 国军根本防不胜防 中共一向讲没有海峡中线的存在 它在台湾周边水域跟空域的活动 那是经常为之 军事上的压力会越来越高 中共在这一方面已经扩大它的主权 海权跟空权 它逐步没收 那只可以台湾留下自权 就怕执政者坚持不认错单纯的执法 正义若上升成国防问题 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们看到民进党现在远然 它是一匹战狼 然后到处找人枝牙泪嘴要去挑衅 这个不是解决事情的方式 丘国正所讲 没有海峡中线来做反冲的话 就没有办法让很多问题给解决了 本来就是海型应该处理的 难道要变成国防部的国军来处理吗 那时候可能就不可说实了 如何化解两岸纠纷 避免台海擦枪走火 恐怕这才是执政者该处理的当务之急 这张次徐国豪 SN小组台北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由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任航运作 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